一個店面啦 兩個出家啦 算三個啦 我1500年耶 所以我的人生沒有缺過錢啊 我覺得那個墓園很不錯 它還有一間一間好像套房 對 差兩千五萬耶 55坪一二樓 一樓是Seven 我那店面有多搶手 還有什麼某某藥局的 還有什麼叉叉什麼咖啡的 因為我那剛好是三角窗嘛 我不懂那個那邊的行情 我就問我台中的朋友 他說你住這樣15萬也太便宜了吧 有沒有覺得後悔錢太短 不會啦 我簽15年耶 我們的合約都有寫啦 三年這樣一次 我想說啊 就投資這樣 那現在外景錄影會很忙嗎 沒有 我現在外景只接一個啊 其他我不接啊 因為我老了 我喜歡慢活 說實話現在我也沒有很有錢 但是我也不缺錢 那就是可以把我爸爸媽媽照顧好 那我媽媽也不希望我太累 台中那間也是父親了嗎 你還是有貸款 欸 不好說 所以其實負責有大概幾年 以前我媽媽叫我讀書 我都不讀書 我讀到國中畢業 我就沒有讀書了 因為我一直想要去賺錢嘛 所以我去唱廟會 唱工地秀 那時候一場八百塊 你一天起碼可以跑八九場 我跑八場好了 我一天賺六千四 我的同學他去讀高中 這三年當中 我每一天喔 賺六千四 到他們大學畢業了 我已經有很大一桶金 我已經買房子了 到跟電視公司簽約 所以我對人生沒有缺過錢啊 可是我小時候是很辛苦 要去菜市場 撿人家那個高麗菜 扒掉不要的 所以為什麼我立志要賺錢 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你一個月可能就是十幾二十 對啊 一般人的月薪大概兩三千吧 那時候房子大概 一百多萬兩百 我應該還沒到嗎 我小學二年級 我爸爸買 中山區河江街 買了38萬 32坪 公寓四樓 建築人家 我已經租給這一個人喔 已經租給他大概快二十年了 但是兩萬塊我都沒有給他賬過價 我只希望他好好的幫我照顧房子 像我現在我的舊房子 三重 郭忠祐那間 對 我就租給郭忠祐一次兩萬 五十五坪 樓中樓 那像最近那個演藝圈像山豬啊 突然的走 你有想過生後事這些嗎 我常在想 我常在跟我媽媽討論 我們以後是要用什麼房子 我媽媽說我們就用樹樁 沒有環保耶 沒有特別說找一間墓園 我有去看過朱大哥的那個墓園 我覺得那個墓園很不錯 他還有一間一間好像套房 一間可以放四個奧 也有六個奧 也有兩個奧的 他就是一個套房嘛 有廁所 有陽台 還有一張桌子 有電視 有桌椅 可是後來沒有買 後來我們因為他那個 價錢我覺得有點貴 他兩千歐萬耶 蛤 你就可以放四個 那要兩千喔 對對對 才 二十幾坪吧 很貴耶 媽媽的醫院是這樣子 我也覺得蠻好的 以後你放在那邊 我也沒小孩 沒有人去拜也沒有用 好嗎 別忘了 那沒有人去到了